下面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叫做AHP层次分析法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分析方法 这个分析方法主要是用来做什么呢 AHP层次分析法主要是对定性问题进行定量分析的一个多准则的决策方法 我们主要是对多目标决策的时候 就是有多个影响因素之间共同要形成一个完整的数据结论 多个影响指标之间去最后综合形成一个评估某个方案或者某个结果优劣程度的一个方法 我先讲一个大概的前提条件 待会跟大家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大家可能就更容易理解了 我们用AHP层次分析法主要是有这四个前提条件 要满足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还是非常做数据分析的时候非常常见的一个 第一个就是各层的要素必须是已知并且调理结构清晰 能够按照层次区分排列出来 第二个同一层次之间的要素关系是平等的 要素之间相互独立 没有相关性 第三个最底层的指标可以被量化 就是把最开始我们的目标定性的一个目标 最后可以转化成可以量化的一个可以测量的指标 第四个需要明确各层次间的要素影响关系 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概念 然后我们来看具体例子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用户对我们产品的忠诚度的分析 我们可以去界定我们可能只有一层 一层那就是目标是用户忠诚度 最后是一个定量的数据 但是我们可能需要有四个不同的维度的数据 综合构成这个忠诚度 这四个不同方向不同维度的数据是什么 用户的使用频率 用户使用这个产品的频率 用户使用这个产品的最近的一次使用时间 平均的使用时长 平均的使用页面数 这四个维度分别对应看 他们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没有什么强的相关性 就是说没有之间谁变了会立马影响谁 对吧 他们是独立的 而且这四个数据是可以量化的 就是从我们的日志福气 是可以直接提取数据来做分析的 而且他们是在一个层次的 一个层次的 我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不同层次的 不同层次的 比如说我们的想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质量怎么样 尤其是一个互联网的产品质量怎么样 可能是一个博客产品 博客产品 那我们就往下再分一层 我们第一层我们是想了解这个网站的质量 那第二层我们细分 我们这个网站质量可能包含了两个大的部分 一部分是内容的质量 一部分就是我们的设计的质量 尤其是这个交互设计的质量 对吧 这是第二层 就是内容质量和交互设计质量 再往下分 内容质量可能又会包含一层 这一层有三个维度 分别是完整性 准确性 及时性 然后 在Excel表里跟大家演示一下 这样大家可能理解会更容易一些 第一层产品质量 下面一层内容质量和交互设计质量 下面又包含了完整性 准确 交互质量 我们可能包含了交互流程 信息结构 这是不同的层次 对吧 能看明白吗 这是一个局块 我们的第一层 我们是想了解这个 我们的目标是了解产品质量 然后我们就分了两个第二层 他们之间是相互平等的 相互平等的 然后第三层又分了 我们这个到了第三层还不完 还没有完是吧 我们还需要再往下分 就细化成可以被量化的指标 比如说我们的交互流程 那我们可以用刚才我们前面说的这个 任务完成率来区分 对吧 然后及时性 比如说 时间 发布时间 最后更新时间 准确性 就是每一个分出来的层次 它最后到最底层的时候 必须要对应一个可以量化的指标 可以量化分析的数据才可以 这个就是 AHP层次分析法最基本的一个前提 然后我们就不举那么复杂的例子了 我们就举这个用户忠诚度分析 我们可以提前假设 我们的这个用户忠诚度就用这四个指标 就可以去衡量 分别是用户使用频率 最近的使用时间 平均使用时长 平均使用页面数 这四个是可以量化的数据 但最后可以 我们其实得一个忠诚度 这个忠诚度其实偏定性 对吧 但是我们需要通过定量的数据来反映它 所以我们就做这样 用这个AHP层次分析法 好 我们已经构建出这个层次和具体可以量化的 就是采集数据的这个指标之后 我们可以 我们需要做一步就是去定义 指标与指标之间的关系 就是权重关系 我们的权重一般都会用P这个符号来代表 所有的权重之间加起来就等于1 什么概念呢 就等于说 这四个维度分别在这个1的权重里面占多少比例 我们一般做这个矩阵的话是找一些专家 或者产品经理自己去定义 这四个维度 哪个对你的产品来说是更重要的 但是它是一个矩阵 所以它是有一些数学关系在里面的 一般我们是用这个1到9这样的一个分值去评价我们的权重 它们会有一个对角线关系 比如说使用频率这一头和平行使用数这一头 那两头两端都是1 那如果这头 是三分之一 那这头也应该是它的导数 这个变成日期了 这头就应该是三 如果这边是 七分之一 它对应的这个角上就应该是七 它改成分数会好看一点 如果它也是三分之一的话 它临近的这个应该是三 这个是五 它对应的这个角应该是五分之一 就是它存在一个对角线关系 对角线关系 这个是几呢 三对吧 这个呢 这应该是三 它和它之间跨个一 对吧 它和它之间对角线关系是三分之一 我们通过自己去定义这样的比例 就可以去把权重关系分析出来 分析出来 然后我们基于这个评分哈 然后我们用一些AHP的分析工具是可以得出这个不同数据维度的系数的啊 不同数据维度系数的啊 这里就不跟大家演示了哈 有一个叫expert choice的这个工具 大家可以去自己去研究一下哈 我这里跟大家举最后的这个结果吧 比如说用户是我们用户的使用率是权重 这个不是分数了 这个就常规的数值 0.525 最近访问 最近的使用时间 0.056 然后平均使用时间 平均使用页面数 它的权重是0.279 那我们就最后可以得出一个忠诚度哈 用户忠诚度 用户忠诚度我们可以写个公式哈 等于 他乘以 平均访问频率 加上他这个权重 注意他 再加上他 注意他 忠诚度最后会有一个得分 我们有一个公式出来了 就把各个维度的系数加进去了 就把维度的系数加进去